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Hugo,我是小生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好熱氣碟 今集的主角是剛剛推出無奈的王卡 中文名叫王卡 在2023年聖誕傍期上玩 沒錯,如果大家熟悉這個角色 可能會是之前的朱古力獎玩人 但近期畫廊的圖片都會接近大中華區的翻譯 所以用了王卡 另外,我現在說的是 和大家不同的系列 因為有天武頓哥的系列 最早的60年代也有Gast 這個版本看起來也會比較風格 出向於致影60年代的版本 我覺得懷舊和喜劇還未比較龍天 除了甜茶之外 反而Hill Grant Hill Grant 都是這套是畫龍點睛的標誌 另外還有其他角色 可以說一下 空底方面有花絮的介紹 下面的規格方面 看到雙倒比 Vision倒比 所以在規格方面也做 它是一隻USD100 4K的DEPLINE 還有一隻BD50 兩隻DEPLINE都包含了正片 花絲 花絲部分 大概也有一個多小時 可能大家會再欠欠欠欠 那這隻DEPLINE 究竟會是甚麼呢? 面料又有甚麼? 有沒有語言字幕回答 等等 立刻和大家入這隻DEPLINE 入了DEPLINE 就出了這一張 即是看到很多次 有Scene selection 有 Audio 有 Audio 有英文 有漢語 韓文 這個德文 是嗎? 捷哈語 接著是波蘭 另一個波蘭 有粵語 有凡帝中文 有英文 我們當然選擇粵語 珍惜粵語 另外就是Special Feature 對啦 有幾個的 有三、四、五、五、五 也很多 音樂系很多時候會 王牙加到一個Music of Women 好像星哥 對 純太英哥 好像之前那時候 星龍直身都有 對 那就 李六水 留一按下 有沒有中文字幕 不過王牙很多時候也會有跟逗 Migal Elking and I think he is 對 你很少有你的寶寶 不過很多時候他會用回 第一套 超級 我之前都不太看電影 而且這部片宣傳的時候特地收起了沒有說是音樂劇 因為跟回那片 好像最近三四年 很多時候你用音樂劇宣傳 我正在跳舞 我是跳舞這套 這套是穩固的 這套戲也叫做圖畫 圖畫是甚麼圖畫 反而當年《天保頓》那套才編輯詩 那套有少許斜片 那套故事就說他大過了 在人出賣後的心態 嚴格來說是黑化了的《Walker》 這個就真是報入波森的故事 如果畫面來說 我覺得他不是特別沉醒 他突然有少許夢幻的感覺 所以反而沒有做到那麼膩 但是自然的 這套是修圍景的人 其實低光位都負責 你的手機都黑色 穿得好就很禮拜 甚至他整個班底都是炮靈敦紅 你可以說是英式的藝術鬼 這些手紋的細節很棒 這麼近了你看看他也是挺不錯 这种感觉在4K版上都能找回 整体来说,画面的小组片是当夜景多的 但正正发挥了HDR的妙容 正如小师所说,灯泡照明的影响 那个规则的效果 还有4K的好处和HDR的好处是可以令到渐变光更加纯长 所以在4K的版本上,因为多夜景加上灯泡光 就有一个大战变 战变越多的时候,令到画面见到的真实度就越高 在这一部电影来说都多 尤其是Hugh Grant出来的时候 也是晚上才偷偷地出 所以这个状态之下,看这些画面来说 这个场景都蛮正,因为Hugh Grant要进屋 原来我一亮灯之后,无论是玻璃箱 或者是灯在桌面上射回来 那个立体感都蛮弱的 其实声音都蛮弱的 这部电影大家知道是 公司宣传时就没有说明的音乐 但直到铁铁开口的时候 我才知道Wine在这部音乐 一来就已经是唱歌唱的 我其实挺喜欢的 因为整个气氛都蛮弱的 和这部电影十年月多 变成了圣诞那种感觉都蛮弱的 当中当然是有点笑话 可能是有点笑话 但如果你看到一家大石看 其实都蛮开心的 正的来说,声音的包围感都算蛮不错 我们是用一套724的系统 但包围感,我一刻就不知道 是打返全场的音域性 感觉上会是前场被扩散到耳边的声音 但我记得有点弱的效果 或一些弹曲飘过来的时候 也会有点弱的效果 但不是很强烈的 因为最早都是音乐 这部电影基本上 不是哭哭啪啪啪啪啪的那些视频 但如果你要听歌和氛围的气氛 是一路占着一种音乐的电影 令到你或者你的小朋友一起看的时候 会觉得很高兴和欢愉 但是你说很多天花声 有两个Layer 其实他就用这些 他主要是给返播很不错的 一个类似是Opera的声音 但有味道很大娱乐家 就是因为那些歌不是太激情 也是比较舒服和小朋友 唯独是小人角的Hill Brad 其实每次他出来的时候 带动到电影本身的高潮 一个小高潮 因为本身他搞笑 然后他亦都回上过 你就会即时想起很多 Jewelry掌援人的画面 还有他一个搞笑 一个搞事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化作 真的没有了他都不错 还有上海派你是喜欢他之外 但你也想打他 因为这个人听到上海 是以大夫妻的举架 还有我很想知道 他们两个究竟如何最终合作 因为一路他们两个都是 一个对立的状态 怎样可以最后变成合作 然后帮他管理巧克力厂 这个也是上海 这次角色我觉得 比较棒的地方 就是说有个类似是 那些老店经营 和一个叫做新idea 一个涌入的时候 发生的一个交接的位置 这部分来说 之前是比较少说的 因为以前不是这个户士 之前我当时都在说 Villowonga 已经成为真是掌门人 主要那些掌门人 但这次是说 如何入行 其实都挺艰辛的 还有有几个巨头 有三大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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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去码住行业 怎样去擠身进去 那件事都站在里面有肉搏 昨天旗滑一些 我想大家可能会抱着不同心 去享受故事多些 即是很判断 为何这些镜头这么硬 所以上去 因为导演的底下 Pawking 之前也有拍凌顿那两道电影 相对来说 是比较逆向 和一些幽默 即是如果你喜欢 之前那套《红仔》 那些戏的气氛 或者那些画面 这套电影就会适合你 尤其是今次就有点有肉 但是我本身来说 我是很喜欢以前的Villowonga 即是Johnny Depp 而又想知道他究竟是怎样 那又未必是我而奥拉琴 因为整个性格都奥 奥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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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 如果你是甜茶粉丝 我认为这套没得说了 大牌大头给你 如果大家打算入这套片 或者是入了这套片 都会说的 对这套电影的看法 或者对这套电影的看法 或者甚至对甜茶跟牌 的作品的看法都可以 即是英文叫Timothy 但实际上是他认读 Timothy Shennemi 你因为他 真可憐 经常被人叫甜茶 但实际上是他自己也不买人 拜拜 这套王卡4Kingrich的港版的分享 就来到这里了 大家喜欢这套片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和订阅我的频道 还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